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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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其实当时心里双方在这里可能我们两个之间的观点是对抗的 但其实谈判最后是彼此是双赢 这是最好的结果 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啊 你们好奇怪好吗 就刚刚不管是跟李浩阳在聊也好 跟吴胜在聊也好 他占了主导啊 占主导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谈崩吗 不是为了谈崩 他也没有谈崩 你要很客观地去评价他这个人在表达 包括语速 所有的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跟别人交流的一个 没有 确实被他引导了 我没有 你觉得很好 我觉得刚才像斗鸡啊 李浩阳 浩阳 朱涛的观点是有他的一定合理性的就是 他的目的是为了主导 但是他注重了过程没有注重结果 我要的就是我主导 但是能不能成功不是我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更喜欢的是有商有良的去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包括我们的同事去沟通 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是完全不认同的 我觉得是价值观的不认同 无论是谈判也好 你或者换成另外一个词对抗也好 其实都是博弈 有理有利有结是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亲生说重话 就并不一定是气势上的 你有的时候你一个非常亲生的话语 你说出来的很有分量的话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没有硝烟的对抗 但是在刚才你跟他对抗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谈话过程当中的确你也做到了有利有利有结 但是你的语言过于刻板和生硬让人不爽 然后那个朱涛说的也没问题 但事实上的结果就是15个人当中被惹恼的是三个 事实上这是结果吧 但是另外呢也让我们反馈到一个问题 就现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求职选手来 就有些人说你们非你莫属最近怎么了 选手一上来就一顿被哀笑 就天天对企业家表现自己特优势 好像就你挑我们我们不挑你们 我们少了对于选手的鼓励和平等内化的机会 这是我们要反省的 就顺毛鱼上来我们都都很舒服 哎呀批人批的很高兴 一上了一个刺头一样的 哎马上就不爽你敢挑衅我 这也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应该反省 好吧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宽容度 所以我问你啊知道自己缺知识 但是又不看书有种种的原因等等 那你今天到这来你觉得你能找到工作 因为我有一个有些自己的想法 往前展示出来的话 什么想法赶紧展示 做那个呃我想做一个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要我想做这个产品 你是来找投资的 这个也不是 如果说有人觉得这个产品理念好的话 我们可以我可以入职说和一起一起做 什么产品来啊 什么产品 其实我在做销售的 有PPT吗 没有没有资料吗 没有没有 就靠口说是吧 只能说对 你知道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 表达能力一般对 那你还要表述 你为什么不做份资料来 呃资料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写的可繁琐 你看他又有理由 来你说 来你把产品说一遍 其实我想做一款这个 呃情感类的产品 啊说吧 对 因为那个我之前的销售的时候 呃感觉到就是咱们这个 很多的产品 它这个 铜纸类啊 铜铜 就是这个铜纸化 或者是这个 铜 铜 铜纸化 对 铜纸化这个特别严重 只有他那个 你先说你在 是个什么产品 是一个食物类的东西 还是一个APP 还是不什么东西 它是情感类的食物应该是 它应该和互联网结合 会比较 是个APP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它的诚信形式是什么 是课程还是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食 食物加互联网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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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做个APP 对 你想好没有 啊 这个产品的功能是什么 除了而最后这产品你做出来的 你说产品别说思路 对你要是漫天 漫天花语的表达 我们听不懂 比如说什么东西长什么样能干啥 对 这个这个产品 它的产品涵盖的话应该是非常多 它不是 它是现在 它这个产品肯定是基于就是现在的产品开发出来 它应当是奢侈品 我认为情感应该是一个奢侈品 就是我们听不明白 小叶 它形容的这个东西 它是把这个理念赋予所有的产品上面 我的感受还是那句话 既然知道自己缺知识就去读 不知道买什么书是好书 就去问什么书是好书 但是呢 你总有理由不去接受知识 以至于现在你描述一个产品 你描述不清楚 小伙子 把日子过着行就行 咱不想那个什么产品啊马云呢 咱甭想 我从女性角度补一句 就是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梦想 如果你认为这个梦想是人生的目标和归宿的话 我个人倒不建议你那么快的去结婚生孩子 你先你先自个儿 他的事实过好了 人家姑娘想的是过一辈的踏实日子 别到时候帮带着人家去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梦想家的话 对于马云 你要了解他的精髓 而不要夜功耗隆 34岁不年轻的 老大不小 好吧 今天就这样 再见 还没头 还没 还没叶症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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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旅行家 哇 我是想来求职那个 宁哥集团呢 可能没有我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自己创造了一个一个一个岗位 叫那个环球旅行事业部的合伙人 希望今天有机会能得到各位博士的认可 谢谢班牙 谢谢 谢谢班牙老师 你说清楚你是来求职的还是来找合伙人 不是不是找合伙人就是乔职 乔职 乔职 你看你刚才又说是合伙人 乔职乔职 我感觉你像个艺术家 呃 其实爱旅行的人都有一点 那你去过哪些地方 我领队过七大洲 你是作为旅行爱好者呢 我是我是我是做一个设计者 我是设计一个呃 所有的一个行程出来以后 是我来设计这个行程 你就是职业旅行家 是职业 对吧 你就奔着旅游来的是吧 只考虑 旅游行业 我只考虑银科 不是只考虑旅游行业 那还有一个溜人游吗 你有溜游我没考虑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企业 如果长期招聘 可能他的人员不是很稳定 还有一种可能我就觉得可能是 作为他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在这里展示 我们的企业正在快速发展 今天我要招一百个旅游部分 而他只是从一个表面上说 你这个企业老做这个电视节目 我就判定你这个企业可能不行 这首先第一个这个逻辑 逻辑关系也是错误的 结论也是错误的 你认为潮汐他们公司人员不稳定 这是你不选择他的一个理由 而且这个公司我关注了很久了 这个公司在没上市之前我就关注了 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设计的产品 就不能吸引我 就他的产品不能打动我 一个真的好的设计师 他是要融会贯通的 他是能在全世界各地 他能掌控很多很多地方的信息 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更专 但是我更更浓更全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 就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品内 你对于目的地的理解代表了你的专业度 更重要的还是要服务意识 这一点很很重要 你的目标实际上是要做你的旅行设计 从某种一样是有定制的特点对不对 对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假设我今天或者你熟悉南美吗 我熟悉啊 我希望你给我定制一个家人十天的旅行 我希望看到你这样的旅行 没问题 你做事的逻辑 因为我对你的背景也做过了解 所以我会设计套你满意的方案 现在能不能就是别掉我们的胃口 就是贾总刚在六人游走完我们的南美行程 如果说你设计的这个线路 没有像你说的我能精通全世界所有的线路 我们的旅游顾问只能说我精通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城市 我就认为这个旅游顾问非常了不起了 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可以设计全球线路的旅游顾问 所以你把你自己架这么高 小心咱们PK一下 你还先做准备 不用准备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准备了 就显得有人这个场上有点作秀了 我就是因为不需要准备 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您回答我 好 第一个问题是您打算几个人去 两个家庭 两个家庭大概几个人 六位 六位 然后您这次行程 您打算就是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一周以后 一周以后 然后您这次出行大概有多长的假期呢 可以最多是最长两周 两周是吧 嗯 两周的时间有点短 我觉得您可能最多只能玩两个国家 好了不用给我介绍 到时候我不用给你谈 对 你这一块就已经输了 你没有资格向你的客户说你的时间才短 我就按你时间来定制 对 参加六人有的体验 他已经有了这个体验 然后他再去想炉炉你的这种设计和体验 对于一个客人而言是很难的 他不职业你知道吗 他完全不知道我这一层旅行的我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你的根本点你get不到 因为我知道六人有的有这条线路 好好好 你这个刚才这个回答我就很减分的啊 就是他问客户的需求 就问了多少人 多长时间 后面的根本就没有问 马上给他设计方案 我是个旅游外行啊 但是我跟旅游推荐我旅游人才 旅游是三个层次 最基本的是景点旅游 再上是文化旅游 再上面是生活方式的旅游 你对他的文化背景 我一切都没了解 你怎么设计 你怎么设计